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 201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这是一个女孩失踪前监控摄像头拍到的最后一段画面 她刚刚从男朋友家出来,准备开车回家 几天后,女孩的车在几公里外的高速公路上被发现 但是女孩不在车里 更加诡异的是,在女孩的车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没有脚印,没有指纹,也没有DNA 什么都没有,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另外,女孩的经历和家庭环境也让人虚惜不已 女孩失踪案已经五年了 现在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这是否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有关 还是与一个女孩熟悉的人有关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伊莱恩失踪案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名叫伊莱恩·帕克 韩国一美国人 1996年9月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她的父亲名叫雷,母亲名叫苏珊 她还有一个弟弟 她的性格是出了名的外相和活泼 几乎和任何人都能成为朋友 在伊莱恩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婚了 她和她的母亲住在加州的拉克雷森塔 父母的离婚对伊莱恩的打击很大 让她抑郁了一段时间 幸运的是,她很快从这种负面情绪中走了出来 伊莱恩和自己的母亲关系非常不好 经常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淡 高中的时候,伊莱恩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她最喜欢的活动是跳舞和欢呼 她是高中啦啦队的队长 除此之外,伊莱恩还喜欢上了戏剧和音乐 她是嘻哈说唱歌曲的超级粉丝 她经常自己写说唱歌曲的歌词 甚至录了几段说唱歌曲 高中毕业后,伊莱恩进入了洛杉矶的一所大学学习 大学期间,伊莱恩兼职打工赚取学费 除了音乐和舞蹈之外,她开始喜欢上了演戏 伊莱恩经常向影视公司发送自己的照片和表演录像 并且经常去好莱坞的片场蹲点 希望可以获得一些演出的机会 好莱坞离她家只有30分钟的车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还真获得了一些影片中的演出的机会 虽然可能是一些没有名字的小角色 但是伊莱恩仍然全身心投入到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不演戏的时候,她就忙着画文成图案 练习新的化妆技巧 或者想出新的独特的时尚创意 2016年,伊莱恩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名叫迪维尼 迪维尼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制片人的儿子 她的家在洛杉矶的卡拉巴萨斯 这里住着很多富人和好莱坞名人 迪维尼比伊莱恩小一岁 他们的关系总是分分合合的 伊莱恩的朋友们认为 他们好像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 只不过是经常约会的伴侣 他们平时在一起的生活也非常混乱 甚至还有一起吸毒的习惯 2016年12月 伊莱恩被打工的餐厅解雇了 她没有了收入来源 不久后,她也从大学里辍学了 2017年1月3日 伊莱恩给迪维尼发了条短信 终止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两个人的关系只中断了几周 又恢复了联系 2017年1月27日 晚上22点20分左右 伊莱恩和迪维尼去看了电影 看完电影后 他们回到了迪维尼的住所 1月28日早上6点左右 伊莱恩离开了迪维尼的房子 开着自己的车 离开了封闭的社区 1月28日上午8点51分 苏三给女儿伊莱恩发了条短信 问她什么时候归还20美元 并告诉她 做人要守信用 这20美元是1月26日 伊莱恩找母亲借的 当时她没有钱加油了 1月27日一整天 苏三都在发短信 吹女儿还钱 苏三的做法在一般人看来 真的无法理解 下午13点36分到13点42分之间 苏三给女儿打了三次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一整天 苏三一直联系不上伊莱恩 当天晚上 接近午夜的时候 苏三给警察打电话 报告伊莱恩失踪了 苏三和女儿的关系很差 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 甚至还分开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们有时候几天都不会联系 苏三也不知道伊莱恩每天都在做什么 这次仅仅几个小时联系不上 就选择报警 也是挺奇怪的 也许是为了让女儿尽快归还20美元 也许是母女之间的心灵感应 警方接到报警后 首先询问苏三 伊莱恩以前是否离家出走过 苏三说是的 于是警察建议她再等一天 因为伊莱恩很可能是自动消失的 1月29日一整天仍然没有伊莱恩的消息 苏三向自己的男朋友杰夫抱怨 伊莱恩欠自己20美元没有还 现在失踪了 1月30日上午11点48分 苏三再次给警察打电话 要求帮助寻找伊莱恩 当天下午16点25分 一名警察来到苏三的家 苏三告诉警方 她只知道伊莱恩和男朋友迪维尼在一起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警方找到了迪维尼 询问伊莱恩的下落 迪维尼告诉警方 1月28日凌晨4点左右 伊莱恩突然醒来 她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浑身颤抖着 显得非常痛苦 她一直在唱歌 但是不说话 后来她很快穿好衣服 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凌晨6点左右 伊莱恩被监控摄像头 拍下了她走出迪维尼的房子 穿过停车场 走向她的车 几分钟后 伊莱恩开车离开了 穿过了社区的大门时 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伊莱恩的车牌 伊莱恩走后 迪维尼一直待在家里 没有出门 1月31日 警方通过手机定位技术 锁定了伊莱恩的手机位置 并在附近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 2月2日 在加州马拉布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 发现了伊莱恩的汽车 这里距离迪维尼的家 大约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 伊莱恩并没有在车上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随后警方对伊莱恩的汽车 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汽车还处于发动状态 而车上的电池已经没有电了 伊莱恩的包 笔记本电脑 两部手机 身份证和现金 所有东西都没有带走 他们被整齐的摆放在车里 好像是刻意而为 伊莱恩的车上没有发现血迹 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给人的感觉 伊莱恩好像临时下车 并没有打算长时间离开 据住在附近的人说 这条高速公路上来往车辆很多 无论白天或晚上的什么时间 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 警方在附近进行了搜索 使用了直程机和搜救权 但是一无所获 警方将伊莱恩的汽车拖走 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 接下来的几天 警方又走访了伊莱恩的几个朋友 一个朋友给警方讲述了一件 发生在2015年的事情 2015年7月27日 伊莱恩和他的一些朋友 参加了一场说唱歌手的演唱会 伊莱恩的推特上 也发了演唱会的相关图片 当演唱会结束的时候 伊莱恩被一个艺人的经纪人 邀请到后台 伊莱恩在后台喝了些酒 后来他就失去了意识 在醉酒的时候 他好像被人侵犯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伊莱恩一直在努力回忆 当天晚上的事情 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被侵犯 伊莱恩对这件事 选择保持了沉默 并没有报警 2016年12月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视频 正在小范围流传 伊莱恩似乎经历了一场个人危机 他在所有社交媒体上 屏蔽了他儿时的朋友 虽然伊莱恩打算报警 但他并不记得 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2016年12月28日 伊莱恩在推特上 发布了一条关于他处理性侵创伤的经历 警告那些人 知道他们是谁 并打算报警解决这件事 后来这些视频好像被删除了 伊莱恩也没有报警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伊莱恩 让他噩梦不断 警方调查后 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伊莱恩已经失踪了 他的朋友们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并不清楚都有哪些人在现场 伊莱恩的朋友赛迪 给警方讲述了另外一件事 2016年7月 伊莱恩遭遇了一场车祸 但是伊莱恩并没有受伤 然而他的母亲苏三 一直吹出他住院治疗 这样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伊莱恩并不想这样做 为此母女二人发生了几次争吵 甚至导致关系破裂 伊莱恩的车祸诉讼案 正在法庭审理中 2017年3月21日 伊莱恩的车祸诉讼案最终敲定 他获得了5000美元的赔偿金 因为伊莱恩已经失踪了 这笔钱的最终受益人 应该是他的母亲苏三 警方还了解到 伊莱恩在失踪的前几天 还是另外一起案件的证人 不久前 伊莱恩认识了一个19岁的男孩 有一次 他们在车里约会的时候 被警察拦了下来 警察在那个男孩的包里发现了一把枪 随后他被逮捕了 几天后 伊莱恩将为这起案件出庭作证 现在他失踪了 在伊莱恩失踪的几天前 那个男孩被取保后审了 那个男孩甚至还发短信 威胁伊莱恩 在法庭上不要乱说 有一些人猜测 那个男孩害怕伊莱恩的证词 对他不利 所以那个男孩可能对伊莱恩 做了些什么 警方随即对那个男孩展开了调查 警方发现 伊莱恩的证词 在这起慈奖案中的作用不大 同时 那个男孩在伊莱恩失踪的当天 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警方进行了几次搜索 但一直没有找到伊莱恩 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不久后 苏三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她将伊莱恩的部分家具物品处理了 也许是她急需用钱的原因 通常情况下 失踪孩子的父母会将他们的卧室和物品保持原状几十年 很多人都知道 伊莱恩和母亲苏三的关系糟糕到了极点 苏三经常在短信中辱骂伊莱恩 甚至让她去死 苏三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糟糕的母亲 在他们的家庭中很少有爱 自从2008年离婚后 她的家庭生活就非常的不和谐 即使她和伊莱恩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他们之间缺少联系 她甚至不知道伊莱恩每天都在做什么 可以这样说 伊莱恩是在放养状态下长大的 因此也导致了她高中以后的生活是非常混乱的 他们母女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争吵 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 苏三说 伊莱恩经常花钱大手大脚 有一次 伊莱恩一天就花掉了800美元 这让苏三非常生气 因此在钱的问题上 她经常训斥伊莱恩 在伊莱恩失踪前 苏三和伊莱恩都失去了工作 他们没有了收入 在伊莱恩失踪的前一天 苏三一直在催促伊莱恩还钱 可能也和此有关 警方对苏三进行了撤谎 她顺利通过了 虽然表面看起来 苏三母女之间的关系很糟糕 但是她并没有作案的动机 在伊莱恩失踪后 她并没有获得大笔金额的赔偿 同时她也在不遗余力的寻找自己的女儿 不久后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伊莱恩的父亲雷 从警方手里要回了伊莱恩的汽车 并将车转卖给了其他人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思哀 也许对于有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也是这样 像伊莱恩这样的家庭关系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伊莱恩失踪已经几年了 关于她的一切都是猜测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第一种猜测认为 伊莱恩是主动失踪的 因为被侵犯的事情和经济上的压力 让她的情绪崩溃了 她选择了主动离开 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她的车被发现的地方不适合自杀 周围没有悬崖和河流 同时警方在附近搜索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伊莱恩的尸体 因此这样的猜测并不一定成立 第二种猜测认为 伊莱恩被熟悉的人绑架杀害了 很多人甚至怀疑她的母亲 然而警方的调查 很快将她母亲的嫌疑排除了 虽然他们母女两人的关系很差 但是苏坦并没有动机杀害自己的女儿 苏坦只是有些冷漠和计较金钱上的得失 但不一定有杀人的胆量 还有的人怀疑迪维尼绑架并杀害了伊莱恩 但这样的猜测也被警方调查否定了 第三种猜测认为 2015年参与性侵伊莱恩的人是本案的凶手 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遇见了伊莱恩 绑架了他 警方沿着这个思路调查 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这个线索也就彻底中断了 第四种猜测认为 伊莱恩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寻求帮助 因此他临时停车查看情况 这个陌生人将伊莱恩绑架上车 当时是早上6点30分左右 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很少 因此没有目击者 这样的猜测是最符合案发现场情况的 伊莱恩的车一直处于启动状态 他的物品也整齐地摆放在车里 这说明他没有打算长时间离开 在没有目击者和监控视频的情况下 这样的随机犯罪是很难找到嫌疑人的 然而附近的居民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因为发现伊莱恩汽车的地点是非常繁忙的路段 即使是在早上6点半左右 经常有车辆路过 最后一种猜测认为 伊莱恩可能是被他认识的毒贩绑架了 他可能欠他们的钱 为了让他还钱 因此绑架了他 警方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上面几种说法都仅仅是猜测 并没有有利的证据可以证明 伊莱恩到底在哪里 至今仍然是个谜 伊莱恩失踪已经五年了 他的母亲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他 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糟糕 但伊莱恩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 伊莱恩的家庭环境 也许是造成他失踪悲剧的根源 在一个缺少爱的家庭中 让伊莱恩过早地进入社会 并且迷失了自我 也让他遭遇了一些不该有的挫折 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对一个人的成长自观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避风港湾 另外 伊莱恩所在的社会圈子 也是比较混乱的 尤其像伊莱恩这样的外围人员 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不良人士 甚至在眼上一些不良习惯 这也许也是造成他失踪悲剧的原因之一